全油管最快新闻,12月29日,北京高院裁定京东胜诉二选一案,认定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成立,判阿里集团等赔京东10亿元。 这一公正裁决标志着法治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里程碑,也是中国反垄断法治进程中重要一笔。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核心,垄断行为限制市场发展创新和活力,损害品牌、商家和消费者权益。 京东坚持正道,为反抗垄断发起诉讼并打破行业潜规则,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。 此判决鼓舞了京东,他们将坚定信念投身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